非官方预估数据显示 本地4月份的组屋转售价连续7个月增长 同比上升0.9% 其中共有68个组屋单位 以至少百万元的价格转售 是今年第二高的交易量 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SRX 和房地产网站99.co 今早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 4月份的成熟和非成熟市政的转售价 按月分别上扬0.9%和0.4% 在交易量方面 上个月有2387个单位转售 按月上升15.7% 4月份共有68个组屋单位 以至少100万元成交 同前个月相比多了7笔交易 而上个月转售价最高的是 位于大巴窑的一间五房市单位 以1438,000元成交 这么准备 一照票 到达到 是 这是